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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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介绍了割胶工人的工作有多么的辛苦 每天大家伙就带上自己的工具来到橡胶林当中 拿出特殊的刮刀 在橡胶树上围绕着树干 给它切下来一道刀痕 剔除树皮 然后在这处伤口的底部 插上一根能够起到导流作用的小小的导流管 下面呢再坠上一个小碗 等待着时间 橡胶树的树枝就会一滴一滴地滴到这个小碗里 这些白色的乳状枝叶 就是人工割取的天然橡胶 然后再经过流化等一系列的工艺 才能够变成类似于轮胎 这样一类的橡胶制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的确大家的记忆没有出现问题 在我们国家的云南 很多地区都有橡胶树的种植 但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啊 情形真的不是这样 当我们急缺橡胶的时候 大家伙就在着急一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找橡胶 中国能不能种橡胶 1951年6月份 在云南省召开的一场农业生产座谈会上 一位植物学家 针对寻找这种植物资源的迫切性 做了一场专题报告 报告人 正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昆明工作站主任的蔡西桃 虽然大规模的调查尚未启动 但蔡西桃对这片广袤的植物王国 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早在20世纪30年代 他就和西南的山山水水 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 年仅21岁的蔡西桃来到了云南 那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呀 大概有两千多种 在我们国家 像大脊科的 家猪桃科的 杜仲科的 包括桑科的植物 都可以分泌出乳液来 产胶的植物可以说种类非常多 但是在当时 考虑到我们的实际需求非常紧迫 就算是能够找到其他的 类似橡胶树这样的产胶植物 但是它也绝不可能像橡胶树那样 迅速地就被我们所用 必须要有一个引种 驯化 乃至规模化种植的过程 这个周期可能会十几 几十 甚至是上百年 因此 在当时的条件之下 要想更加快捷地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解决途径 那就是找到一个地方 适合种植巴西橡胶树 西方的学者一直认为 橡胶的主要种植区 应该是在南北纬十度之间的地方 云南位于北纬二十一度到二十九度之间 就算是西双版纳的最南端 也是在北纬二十一度左右 那么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来看的话 云南其实是不适合种橡胶树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云南有大面积的橡胶林 那么当时蔡先生他们 是怎么突破这个所谓的橡胶禁区的呢 1951年7月1日 嗯 对 既然然是 是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随同蔡西桃一行参加调查的毛品一先生曾经回忆 讲述了他们在植物调查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往事 蔡西桃率领了农业技师和采集员 前往滇东南的红河流域进行调查 因为当时云南刚刚解放不久 剿匪工作还在进行 有些地方经常有土匪出没 军管会专门为他们配备了手枪 蔡西桃又临时买了两匹马 尽管小心翼翼 但是还是接连遇到了麻烦 比如说有一天傍晚 蔡西桃和队员们来到了一条江边 他们准备涉水过江 但是其中有一匹马死活不肯下水 不仅如此 还自顾自地沿着江边跑了起来 他身上驮着的是大伙的日用品还有一些装备 这一下子可就麻烦大了 赶紧地追他 这个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这马好像受了精力般跑个不停 有一个队里的年轻人就着急了 掏出枪来就打了 结果把马的耳朵打出来了一个窟窿 这马倒是停下来了 但是蔡西桃发火 附近要是有土匪听见枪声了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好在当天没发生什么意外 大家赶紧离开了 这样的故事其实也反映出了当年调查的艰难 那么这次远至西南边境的科考 究竟有什么收获呢 1952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拿到的就是中科院档案馆 为我们提供的档案复制件 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昆明工作站1951年研究工作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啊 蔡西桃先生总结了前期的调查 明确指出 云南在纬度23度以南的广大地区 只要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 也就是1500米以下 都是无双多余的地带 可以种植巴西和印度橡胶树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学依据 20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开始了在云南南部的橡胶种植 今天的西双版纳橡胶种植面积 多达400多万亩 亩产和单株产量都是全国之首 已经成为了我国第二大天然橡胶种植基地 在橡胶的种植难题解决的同时 另一项考察也在抓紧推进 它将打开一个庞大的热带植物保护 1956年3月 在橡胶的资源考察接近尾声的同时 另一支考察队也开始向西双版纳 带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挺进 这支由蔡西桃和植物学家吴征义带领的云南生物考察队 希望拓宽考察的视野 不仅仅局限于橡胶植物 而是彻底摸清楚中国西南是否存在热带资源 那么这些地区的热带植物的分布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这一年 考察队在景洪市西南的大猛龙一带 有了令人欣喜的发现 学者们如同走进了一个陌生而巨大的保护 他们兴奋地记录着测量着 不少热带植物是第一次遇见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热带植物资源被发现 学者们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也逐步萌生出了一个计划 经过千辛万苦的考察 陆续发现了许多重要热带植物资源之后 植物学家们有了一个想法 要创建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 那么当时创建热带植物园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是珍藏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的一份档案 也是1957年12月30日 植物学家蔡西桃先生和吴征义先生 关于建立热带植物园的通信 其中就写道 景洪城立植物园市 事实上不能与禁阀区合并 因禁阀区是天然林 要保护不能砍 而植物园系引重试验之用 必须有相当面积的空地 我个人也有不少其他的人 总认为开发热带光停留在调查了解的阶段 不加以试验 是不足以为生产服务的 所以复电所云将植物园并入保护区 事实不可能 为什么两位学者会在信中探讨这些事情呢 因为这个时期 正值中科院筹划建立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的事情 考虑到经费等方面的因素 有人建议将植物园与自然保护区合并建设 吴征义先生就转告了蔡西桃先生 针对这点 蔡西桃先生立刻回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保护区是保护区 植物园是植物园 各有各的功能和定位 不能混为一谈 早在1956年 勘察橡胶资源过程中 蔡西桃和同事们 就已经萌生了 创建植物园的想法 于是在考察中 队员们时刻留意着植物园的选址 在中科院板纳植物园的档案室中 几份珍贵的档案 记录着学者们为选址所付出的艰辛 刘华欣 多年来负责中科院板纳植物园的档案管理 他为我们找到了著名地理学家周光桌 随同蔡西桃在西双板纳 带足自治州沿途考察时的日记 其中1957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 周光桌写道 11月16日 自猛轮出发到坡角 10点15分 烂泥坑路 有虎豹搅计 于心坠坠不安 11月17日 竹林乱生 祖筑驮马道 西桃兄还被马跳了 跌下来 这次的考察 大家初步选择了 距离仅红50余公里之外的大猛龙 作为未来植物园的园址 大猛龙一带森林密布 植物种类极为丰富 这样一处植物天堂 是否能成为未来的植物园呢 1951年 蔡西桃等植物学家们接受了一项任务 为国家找到急需的橡胶植物 或者适合种植橡胶的地区 为此 蔡西桃带着年轻的科考队员 深入深山密林 1952年年初 队员们在云南云江县城周边 不仅发现了不少三叶橡胶树 又找到了年代更久的橡胶老树 这些发现 坚定了蔡西桃和科考队员的信心 明确了我国可以种植橡胶树 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名的植物园 大都建在城市或者近郊 这是因为要依托于城市 解决基本的建设配套需求 当初为热带植物园的选址 大家都认为应当选在州府景洪 可蔡西桃不这么想 她认为在景洪市建源 受到人类的影响太大了 她理想当中的植物园 应当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就地引种植物 有多种多样栽培植物的条件 植物园里的植物各得其所 野生的和人工的 都能够相互参照比较 当然 也有人从生活便利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都认为应当靠近城市近一点 但蔡西桃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 选定西双版纳大猛龙作为热带植物园的原职 这儿距离景洪虽然不过几十公里 可当时的道路条件 生活配套设施等等基础条件都太差了 在这里建源就要面对各种艰险 果不其然 几个月后蔡西桃和同事们就遇到了不少的难题 这里是位于景洪市西南的大猛龙热带雨林 高大的树木直指蓝天 茂密的灌木分布其下 附生的蓝科植物悬挂在空中 犹如层叠的空中花园 六十多年前的1958年5月 当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时 科考队员们更坚定了选择这里 作为植物园原址的决心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 密林遍布的大猛龙 缺乏适合对员们生活的空间 在带足老乡的帮助下 大家砍竹伐木 用茅草和竹子盖起了第一栋简易的房子 他们以竹竿为床 用木条搭起了方舟 生活条件的恶劣尚能克服 可另一种风险却防不胜防 当时候来讲 国民党的长衣的部队 就在中原边界那边活动 他经常到境内来骚扰 所以不管是白天 尤其是网上 志工都要带着枪 要行罗的 考虑到大家的安全和长远规划 蔡熙桃决定搬迁 这次签职 蔡熙桃和同事们 依旧没有选择景洪这样的城市 而是坚持留在艰苦的荒野 反复考察分析后 蔡熙桃先生和吴征义先生 最终选择了距离景洪 数十公里外的葫芦岛 作为热带植物园的最终原址 我们现在拿到的依然是中科院档案馆 为我们提供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中科院板纳植物园所在的 葫芦岛的俯瞰图 那么为什么学者们当年会选定这儿 作为原址呢 主要是基于葫芦岛周边的生态环境 小气候等因素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 葫芦岛所在的猛轮 属于西双坂纳十二个坝区之一 西双坂纳是带雨的音译 西双是十二的意思 坂纳是一千块田的意思 植物园所在的葫芦岛 三面被蓝仓江的支流 罗嗦江环抱 岛内地形起伏 保存有若干片段化的热带雨林和刺生林 以及带足刀根火中的气荒地 很适合开展热带资源植物引众驯化和开发利用研究 首批登上葫芦岛的一共有十多个人 为了解决住宿难题 大家因地质疑 利用竹子草料搭起了两间草房子 而对于一些北方来的科研人员来说 岛上的毒虫是需要克服的另一大心理障碍 葫芦岛的密林被称作三马之家 随处可见的马黄 有毒的蚂蚁 还有马鹿狮 也就是皮虫 常令大家防不胜防 在此期间 还有两位年轻人在野外考察中意外落水 这越发让整个队伍的士气低沉 为了鼓舞士气 蔡西桃带头参与建设并鼓励年轻人们 来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 但这份付出可以换来国家在热带植物研究方面的进步 说起这次科考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 这是大几棵的某种植物的地下块根 可能我们北方人很少见到它 但是对于云南的朋友而言 这个东西估计还是很常见的 它其实就是牧鼠 我们说科考科考 不仅仅要调查我们的家底 同时也要寻找能够为人类所使用的各种资源 等到了西双版纳之后 蔡西桃就发现 本地居然有人种植牧鼠 一些带足的房前屋后就有栽种 不过当地始终没有把它作为主粮 因为当时这些牧鼠的品种 是含有较多的情化物的 有一定的毒性 因此老百姓虽然有所种植 但并不会经常来食用它 怎么样才能够让当地人吃到放心的牧鼠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蔡西桃先生也想了不少办法 曾被人们摒弃的牧鼠 能否真正成为餐桌上的食物呢 伊应汉和叔叔是生活在西双版纳 带足自治州猛辣县猛轮镇的当地居民 根据种下的时间 伊应汉就知道 地下的牧鼠已成熟了 完整的牧鼠长约一米 清水洗净 切断 蒸熟 就可以食用了 蒸熟的牧鼠软糯清香 还能有饱腹感 是当地许多居民喜欢的一种食物 今天 在西双版纳带足自治州栽种的牧鼠 也要归功于半个多世纪前学者们的努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蔡西桃就开始考虑 作为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牧鼠 在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合的西双版纳地区 是否也可以大面积种植和推广 考虑到本地牧鼠不适合驯化 蔡西桃和几位年轻人在华侨协助下 从国外引进了一种更适合食用的面包牧鼠 市众试炼随即展开 没想到 头一年的母船竟然能达到三千五百公斤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 园里的工人们还发现 在牧鼠收获前 常常有百姓们去试验地里挖掘牧鼠带回家 蔡西桃听说后高兴地说道 好啊 让他们挖吧 比我们送去给他们的宣传效果更好 很快 这种面包牧鼠被老百姓们广为种植 成了当地百姓的一种带粮食物 并逐步推广开来 牧鼠的成功也让蔡西桃开始琢磨着 对另一种热带植物的开发 除了推广新品种的牧鼠之外 蔡先生还尝试着从现有的植物品种当中 去寻找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品种 比如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大众芭蕉作为我国天然的粮食储备库 芭蕉现在市场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得到 但是吃起来呢 芭蕉似乎没有普通香蕉那么甜那么香 但同样它也是富含淀粉的 在菜市场上看来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条件合适的地方 大力推广种植芭蕉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作为一种粮食的补充物 来给我们提供保障了 今天的猛辣县猛伦镇的百姓们 在每年芭蕉收获后 都会制作一些这样的芭蕉干 不用添加任何的佐料 切开 晾晒 阳光带走了水分 留下了特有的清香和营养 芭蕉果肉就成了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 20世纪60年代初期 蔡西桃注意到了这种来自东南亚的热带植物 它的产量高 含有丰富的糖类和氨基酸 为了说明芭蕉的食用价值 蔡西桃为大家算了一笔账 芭蕉容易成火 尤其是在气候土壤适宜的地区 一亩芭蕉能解决一百多人的口粮 为了让人们真正接受芭蕉 蔡西桃展开了风产实验 摸索出了栽种规律 同时 它还围绕着芭蕉的深加工展开研究 建议大家以晒制成干 做成芭蕉米等方式实现长期储存 这些举措推动着芭蕉种植在云南等地推广 而除了芭蕉 另一种当地的植物 也成了蔡西桃的研究对象 在它是一个写的牺别的 就是这样做的 也就是这样做的 对方的采访 也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阻力 我们的阻力 以及那种阻力 我们会有点 我们的阻力 我们的阻力 专用的油料植物 要让油瓜真正具备利用的价值 就要实现人工栽培 但一系列难题 却摆在了学者们面前 油瓜有个问题很麻烦 它是雌雄益珠的 那么你播种下去 等着这个窄畜苗来 它还没开发结果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磁底 不知道雄底 那么你就不能够 获得你的搭配了 所以它要搞无性方式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蔡西桃想到了一个 简单易行的办法 扦插 甚至发动了植物园的工作人员 扦插了数千根条字 提高效率 但这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会战 结果却不尽人意 多种扦插的方式 竟然没有一种成功 难道油瓜靠人工扦插的方式 难以成活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蔡西桃 围绕着野生油瓜细细观察 这种植物的另一个特性 让它有了灵感 那么后来它又发现 油瓜是一种强根性的植物 它除了一个扑圆枝之外 还一样做地面 它长了一个瀑布枝 那么它认为这个瀑布枝 可能强插起来 成活率就更高 根据这些新的发现 蔡西桃摸清了油瓜 无性繁殖的规律 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试验 油瓜终于达到了 可以推广种植的标准 随着热带植物园出具雏形 蔡西桃也充分考虑 国家和百姓的需求 逐步开始引种一些植物 牧鼠高产又容易成活 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那么能否让它成为中国南方百姓们的食物呢 于是科研人员引进了一种更适合食用的 面包牧鼠 并在植物园内开始了示众 消息传开 周围的老百姓常常去试验地里挖牧鼠 好吃又充饥的牧鼠很快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 蔡西桃还琢磨着对另一种热带植物的训话 解决了油瓜的无性繁殖问题 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此可以推广它的种植了 我们还得解决很多其他的麻烦事 油瓜是多年生植物 栽了之后多少年它会开花结果 盛产期能维持多久 本身寿命有多长 这都是一些尚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答 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利用价值 但是要想闹明白这些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是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找到答案 在当时的条件下 要完成这样的观测和统计 要克服不小的挑战 油瓜的生长期如何 多长时间开花 这些问题不解决 直接影响着它的种植推广 为了摸透这些规律 蔡西桃采用了笨办法 长期蹲守观察记录 2022年10月的一个夜晚 中科院板纳植物园内 吴福川教授和学生们 如同当年的前辈一样 也在等待着一个奇妙的时刻 这个过程揭示了油瓜繁殖背后的 诸多奥秘 等一下我们开放的时候 看出一个开放过程 它可能在两三分钟内 这朵花完它会展开 据资料记载是一种 网上的一种夜额 拜访它 它会带一些花粉过来 它开花的时候 发白发亮 给昆虫一个信号 这个白白的可能是个花 油瓜开花大都是在夜晚 为了彻底摸清这个情况 蔡西桃每天晚上八九点钟 都会一个人跑到油瓜试验田 举着气灯 忍受着蚊虫的疯狂叮咬 通过连续一个多月的观察 蔡西桃终于摸清了 油瓜开花和生长发育的规律 为油瓜的种植铺平了道路 蔡西桃还专门写下了这篇 油瓜饮种驯化的经过 为了便于人们掌握种植方法 还专门写了好几首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小诗 油瓜饮种驯化的成功 缓解了百姓们的食用油紧缺难题 还增加了农民的种植收入 这种全新的油料作物 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今天它已经推广到南方多地 而在当时蔡西桃和同事们 在云南自然宝库里所发现的经济作物 还远远不止油瓜 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大部分人都不认得 除非找一位中医或者是学中药的人 他可能认得 这就是一种中药药材 血结 那么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当中 它一直被当作活血药材 被称作活血圣药 自古以来 我国的血结一直是通过贸易 从海外进口的 在近现代 我国的研究机构 曾经试图寻找本土血结资源 但都无功而返 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个说法 中国没有血结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血结被列入我国500多种 常用中药材之一 大量应用于中成药当中 20世纪60年代 蔡西桃先生遇到了一位中医界的朋友 这位朋友说 中国的血结从国外进口会耗费大量的外汇 这一下子触动了蔡先生的一段记忆 他早年曾经在云南边陲的孟莲 采集过一种树的树干 溢出来的树枝样品 这种树当地人称之为龙血树 在他的印象当中 这个龙血树产生的树枝和血结非常相似 那么是不是会有同等的功效呢 1972年 蔡西桃先生带领了几位年轻人 开始了又一次的资源考察 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龙血树 之前提到被建筑的头发了 就是这种坡血树的成绩 这种坡血树 不幸当地市场队察 说得很重 资源 差不多 我们用了这种坡血树 他因此 我去 那种坡血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植物学家们找到了龙血树的分布 也确认了它的分泌物 具有和进口血节同样的药力效果 但只依靠野生资源的话 势必会对我们国家的龙血树资源造成伤害 所以为了保护野生资源 蔡西桃开始了龙血树的人工栽培工作 接下来我们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记录了蔡西桃等人将野生龙血树 移植到园内人工培育的情景 为了让野生的龙血树 能通过人工栽培成果 并且形成规模化种植 科学家们又克服了哪些困难 今天的中科院板纳植物园中 收集了三十多种龙血树树植物 这是一代代学者们不断培育的结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在找到了龙血树资源后 蔡西桃就为大家明确了研究目标 要满足全国的药用需求 唯有通过人工栽培 实现规模化的种植和生产 此后的多年里 大家逐步摸索出了龙血树的生长规律 1979年 蔡西桃和学生许在富完成了 国产血节植物资源的研究论文 今天 这些来自龙血树的珍贵资源 经过学者们的持续改进 已经转化为纯度达到96%的血节制品 血节资源柬埔寨龙血树的发现 以及提取方法的完善 填补了我国医药的空白 也结束了我国不产血节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 都有其他人在有信用与点栏目 毫н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继续 这是两个人 中国有民众 中国的特殊 20世纪50年代末期 植物学家们究竟怎样开启了对香料植物的研究和利用呢 2022年10月的一天 中科院板纳植物园中 园林园艺中心的工程师西厚成 带着学生们实体观察的工程师 这座被称为百香园的基地中 引种着各种香料植物 传行期间 不同植物散发的香味 让人们沉浸其中 早在1957年 几位年轻的学者就在野外调查中发现 猛辣等地分布着上万亩的天然香茅草 此后大家又发现了 其他多种香料植物 植物学家们不由地感慨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香料宝库 在调研中 科研人员也发现 当地的群众离不开这些天然香料 人们把它当作关键的调味料 少数民族医生们还把它们当作重要的药材 然而云南乃至中国在当时始终未形成规模化的香料工艺 怎样才能让这种特有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呢 中科院板纳植物园的朋友们还给我们寄来了一些他们自己提炼出来的精油 那这个呢就是香茅草精油 这个呢就是茅叶张精油 一股异香 有点窜 跟我们一般所见到的那个张脑油的味儿啊 还不太一样 不过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啊 精油这种东西是非常有市场的 尤其是在这个日用化妆品当中啊 你看咱们现在的香水也好 香氛也好 甚至包括香皂肥皂沐浴露里面也好 都需要添加各种各样的芳香类的物质 像这样的东西肯定是要被放在其中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植物学家们不断地努力 实现了这些植物的人工栽培 还逐步找到了他们各自的提取和炼制方法 让老百姓也能够借助简单的工具 就完成初步的秩序 以我们准备讲真的好 亲自的区别人 过去也用了 这种rost什么 这种东西去健康地努力 应该不断地努力 活在哪里 永远是不断地努力 继续大会 这种特别是热的 难道是不断地收尾 就是说 中国家里的 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东西值得给大家介绍 我们来看啊 这个柚子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在当地非常出名 叫猛伦柚 这也是咱们的植物学家 通过进一步的繁育啊 引种当地的品种之后 培育出来的 当地人呢 称它为大泡果 据说酸甜可口非常好吃 而另外一种呢 来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果子 这个果子叫做蛋黄果 人家给我们啊 把不同生长期的都给拿来了 这个一开始呢 是比较绿的 就是最初的样子 这种呢 是长到了差不多中间的部分 而这颗 这颗啊 已经被我们给掰开了 这个就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 而且完全成熟的 看它里面的这个部分啊 好像感觉不像水果 倒像是染了色的馒头一样 蛋黄果含有丰富的淀粉 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吃起来很甜 味道和口感呢介于 红薯和榴莲之间 有的人说呢 它这个颜色和层次感 看着跟煮熟的蛋黄一样 所以叫蛋黄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植物学家理查德在1952年的界定 热带雨林是地表最繁茂的植物群落 主要分布在赤道两侧南北回归线之间的高温多湿地区 世界上的热带雨林分为三大群系类型 印度马来雨林群系 非洲雨林群系和美洲雨林群系 印度马来雨林群系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因此又被称为东南亚热带雨林 而我国的西双版纳 则位于北纬21度10分到22度40分之间的区域 恰好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原 不属于传统观点所界定的热带雨林分布区域 但同时植物学家们界定某个森林生态系统 是否属于热带雨林 还要看一看这片森林当中 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植物 比如说东南亚热带雨林 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以龙脑香科树种为优势 组成的龙脑香林 这是东南亚热带雨林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植被 长期以来就是因为在西双版纳 没有找到这种代表性的植物群落 因此国际植物学界对于西双版纳 是否属于热带雨林始终是存疑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 一个重要的发现才最终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边是数十万亩的橡胶林 而橡胶树的旁边是一排排的茶树 这是橡胶和茶树彼此搭配的种植方式 这其实是中科院板纳植物园和海南农肯局协作完成的 椒茶人工群落的研究与推广的科研成果 橡胶树在高层、茶树在下面 形成了一个植物学家们所说的人工群落 这样的组合方式 灵感就来自于雨林的生态系统 早在1957年的科学调查时 学者们已经感受到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魅力 植物之间彼此协作 互惠互利 相互共存 形成了一种充满生机而稳定的雨林生态系统 随着对热带雨林的认识不断深入 植物学家们根据热带雨林的特点 提出了人工群落的理念 并应用在对橡胶的可持续利用方面 所以实际上的植物园群落 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一个模式 要叫做低趟的管理 不要刹虫剂 要不要除草剂 要不要化肥 就是利用它制肥 这样就行了 对于我们来讲 土地资源可续续利用 云南的这片热带雨林 虽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雨林而言 面积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因为它处于热带和亚热带交替的边缘 综合了两者之间的特点 这就使得它显得格外珍贵 今天我们更应当平衡开发和保护的天平 在保护当中去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以格外的地区的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播出